现在想要找暑假攻读机会的民众可以要看过来 今年同案节的攻读生报考人数跟录取人数相差将近700多人 其中没有录取的大部分都是宜兰人 所以劳工处为了帮助他们找到适合的攻读机会 特别征询县内相关厂商 提供300多个工作机会 让他们也可以在县内攻读 今年同案攻读生报考人数高达1000多人 却只录取300多人,有将近700人没有录取 而这些人大都是宜兰人 因此劳工处特别征询县内相关厂商 提供300多个工作职缺 给这些学生来参考 让他们也能就近在家乡打工 前队我们今年就像在同案节征求攻读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高达1000多个生产来应征 因为我们同案节需要300多的 所以这里有6700的学生是没法带到这个专业的机会 所以为此我们伊朗管理政府就有家专门 就专门,我们有业务翁来的这些乡乡 我们正求了超多300多的公读职缺 来提供我们这次同案节 没法录取这些青年学生 而为了满足县级学生暑期打工需求 劳工处将计划持续推动这个工作 并在5月底完全访查 以提供更多打工机会 我们也有注意到说既然我们这个公读的需求是一个专管性、技术性 都会面对一个一个重大的抗体 所以我们对明年度开始了 我们也会在5月左右就来完成 我们管来这些乡乡书求公读学生的调查 也能来首先来通过上网 或是说发送email的形式来通过我们青年学生 来让苏家期间回到我们国庄来找公读的机会 另外为了减少学生在暑假期间打工时受骗 劳工处也有提供相关法律咨询服务 来保障公读生的安全 宜然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